乌乌战争现在陷入了胶着 俄罗斯是锁定了乌克兰东部的阿夫迪夫卡 还有南部的罗伯纪涅这两个地区 不过没有太多进展 反而是因为地势太空旷不利掩护 让俄军的伤亡人数直线盘射 这只乌军小队遭了俄军的坦克 包围半只脚踏进了鬼门关 乌军的无人机刚好拍下了这一幕 好几辆俄军的坦克开过 朝着树林开火 当时树林间有好几只乌军小队 几乎全灭 只有他们从死神手掌的缝隙中逃了出来 这段步兵夺坦克的直级 看得出乌军在装备上的劣势 乌军手上的反坦克武器 大多是像SPG-9无后座力炮 这样的前苏联老古董 就算是波兰给的T-72坦克 车领也有好几十年了 乌军现在得靠自己来研发新的武器 四轮机器人不稀奇 但是如果再加上可远端操纵发射的自动机枪枪塔模组呢 两者合而为一就变成移动式的机枪塔 甚至还有这种改良款 长得像除草机的移动机枪 虽然距离科幻电影中的机架还差得很远 但是他们跟真人一样 都能够上前线穿梭开火 不过科技跟魔法只有一线之隔 例如这件乌军口中的隐形斗篷 当然不是真的隐形 而是让热忱相仪在晚上的时候根本看不到 还有更高科技的就是让AI机器学习盯着天空看 建立早期预警系统就能越早启动 防空拦截 尤其是最头痛的无人机 就像当年二战刺激科技发展一样 乌军也是因为迫切的需要 才自主研发多达700个军武项目 但是还没得到乌军能够量产新的装备 俄军早就趁着冬季囤积了各种的武器弹药 像是日前还一口气发动75架无人机空袭基辅 总统泽伦斯基自然担心过完冬季 西方国家还会继续给军援吗 不只是武器还有何时能够加入北约 北约的秘书长再度把话说死 要加入北约先等中战 德国媒体还披露 美国跟德国正在推动乌俄双方 重回谈判桌上 是要准备和谈了吗 不过美国白宫否认 国务卿布林肯还灭火说 不过东欧这几天是频频传出天灾的消息 像乌克兰全国有2000多个村庄被断电 而至于克里米亚半岛出现16年来最强的风暴 海水倒灌淹没了马路 学校和医院紧急关闭 数公尺高的大浪打在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沿岸 马路上水快淹到半个轮胎高 东欧以及黑海沿岸遭受当地16年来最强风暴袭击 乌克兰东南部包含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和塞凡堡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民众在寒风中摸黑撤离 当地既飘雪又淹水 还有好几条大鱼都被打上岸 街道积水至少60公分 仔细一看还有人是踩在围墙边边过街的 11月底了还在淹大水 这罕见的极端天气 则是在乌克兰南部的奥德萨降下大暴雪 积雪中拖救护车小轿车大货车连结车 游览车全部卡在半路上 还有这一起暴雪中的连环车祸 十几辆车撞在一起都看不到尽头 光是在奥德萨就有超过600辆车陷在暴雪中 这几天风雪中的道路救援 可能比前线士兵还要忙 状况实在惨烈 乌克兰16个州至少2000座村庄 50万人大停电 乌克兰总统泽勒斯基呼吁民众 有必要的话赶快避难 乌克兰首都基辅也已经被白雪覆盖 但是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前线士兵 这是乌克兰在战争期间的第二个寒冬 对于身处乌东战区的居民 真的是饥寒交迫 乌东顿内斯克地区的谢尔维斯克 战前还有上万人口 现在剩不到1200人 状况同样克难的 还有一度被俄罗斯占领的沃尔昌斯克 烧柴取暖还同步开暖气 试图挺过天寒地冻的下十天 俄罗斯为了报复 切断了沃尔昌斯克的天然气管线 冬天民众要取暖还得小心躲好 不要被俄军发现 还好在初冬寒雪中 乌克兰还是有一丝好消息 那就是预估今年九月 GDP会比去年同期成长百分之约9.1 一到九月的增幅也有百分之五点三 主要是受惠于国际援助增加 以及国内的工业部门回升所推升 倒是俄罗斯的通膨巨瘦 越养越大只 您想到达到你的资金吗 没有 当然 为什么 为什么要做 这就是助于孩子 助于孩子 民众到超市购物 最基本的起司 马铃薯 香肠 全部都涨价 如果有百分之五 可能有百分之二十五 更多 因为我们有 由于俄罗斯卢布贬值 加上军费支出高涨 俄罗斯十月CPI年增幅达到百分之六点七 是近九个月来最高 这让普钦夏令要全力压通膨 但是症结点恐怕还是得看战争 何时打得完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大陆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武装部队 像海军拥有超过三百七十艘的舰艇 不过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是不满意 他担心这些军队没有足够的实战经验 壮所瞩目 拜席会 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直接否认2027攻台时辰说 是政治上的一时权宜 我们还是要提防 他可能会是一个假期行动 普钦先生也一直说 他的部队只是在边界演习 并没有入侵乌克兰 还是心里有骨骑 任何一国的军队或者是社会 只要长期的久训不战 难免都会沾染上所谓的和平病 作用全球排名前三的可观军容 官方文宣更是不遗余力 把攘美和反台独喊得整天尬香 不过英国媒体经济学人 翻出习近平的过往言论 和平病弥漫在部队和社会之间 从1979年中共跟越南战争以后 他基本上已经很少大规模的对外用兵 也就是说缺乏实战的这种交战经验 那也就是相关的他的部队信念 都是按照他自己的准则 或者他自己的想象来训练 问题指向久而未战 五角大厦也曾引述相关的论点 中共自行解放军面对现代化战争 从官兵到干部领导两个能力不够 如果再仔细把脉 包括判断情势 理解上级作战决心处置 百兵布阵到突发应变处置的五个不会 官士兵编制失调的成科 一并被放大 他的士官太多 然后士官本身 其实他又想学美军 可是又学不好 那我们都知道美军的士官 基本上他是负责训练 金官是负责规划跟决策 那如果你的士官没有办法 很好地去旅行他的相关职责 那当然就是 一定会导致部队下面的 存在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所以在习近平在军事改革之后 他非常强调就是实战化训练 就是部队必须在没有预先剧本的状况之下 磨练指挥官跟所属单位 这个邻机处置的能力 但是坦白来讲 你说冰冻三次 为了重新认识战争 重塑部队体制 大量施法俄罗斯引起战术群 使得布装炮 往后一提的何成英 开始兴盛于解放军前线 只是一场乌尔冲突 难免又打乱了强军的理想 战场就是一个绞肉局 那进队进去 其实你的生存 你的生命 大概是以分以小时来算 当你少子化以后 或者说你的生活环境 越来越好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对当兵 其实是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意愿 和平兵的另一面 是招生不易 眼带影响 前线布局 所以他现在先锁定 一部分的精锐 让这一批精锐 能够比较快速的现代化 使得他在一个 区域性的大型冲突当中 还是有获胜的相当的可能性 就话说就是也许 现阶段他还不足以 在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中间 去跟美国去争夺 这个大洋的控制权 学者所指 解释了解放军 为何在台海周边 不断演练区域聚职 避免在战力打折的状况下 又陷入了不利情势 共产党在建政之后 他强调就是一个 所谓不结盟的政策 所以他在跟这些潜在的军事 就是伙伴 仅止于所谓的军事交流 所以一旦 不管是台海有事 或南海有事 乃至于东海有事 那中共他可能就要 是独立作战 其他国家可能顶多 就是会提供他一些装备 或武器的补充 一旦失败 那中国共产党 跟习近平本人 都将陷入一个政治的灾难 成平时期 没人真的期待走上前线 但想要治好和平病 任势战争才是唯一解放 两岸 军民皆然 TVBS新闻 朱光宏 陈友祥 叶玉甫 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